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浅舰国造系列的第62集 主要是因为在这两天 2024年的2月26日跟27日 台湾第一艘自己建造的浅舰海昆舰 它正式从台船的海昌工厂里面移出来 透过中信集团的中信8号的协助来入水 首先我们将它整个外观上面 从头到尾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 首先在箭手的部分 箭手上方有一支被动声纳 在移出来之后 有用一个金属罩来加以保护 所以左上角这张照片是没有保护之前裸露的状况 而跟箭龙级四根阵列的被动声纳不一样 是因为箭龙级它那四根被动声纳是各自负责不同的象限 而海昆舰它就将四支被动声纳合一 这也跟目前世界各国先进的潜舰的设计是一样的 当然更符合它的英文名字 那我独角金的称号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全舰它的工艺水准 其实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焊接的部位也都非常的平整 另外在去年2023年9月28日 在海昌工厂里面的下水命名仪式 由于光线的关系 所以大家认为繁照这部分 寿马现象非常的明显 可是移出来之后 在太阳下就觉得还可以接受 毕竟整个繁照的材质 它是比较薄的材质打造的 常见的就是比较薄的钢板 还有铝合金或者是FRP的材质 繁照内部它本身是泛水区域 所以它内外水压会平衡 它并不需要像压力壳一样来对抗水压 另外在建手的部分编号2 这边就是6座533mm的鱼雷发射管 这是美军以及北约的制式装备 所以它本身除了可以发射Mark 48的重型线岛鱼雷以外 也是可以装填浅色的鱼叉反舰飞弹 所以这个在未来是可以被期待的 另外补充一下 因为海昆舰它的作战系统 跟建龙级升级案里面是一样的 都是使用洛马集团的产品 所以建龙级已经具备发射潜射鱼叉飞弹的能力 那相信海昆舰它的作战系统 在这部分的功能也是具备的 当然这个是我这方面的猜测 另外在编号3 在舰手下方我们俗称大嘴巴 就是潜舰的下巴部分 这部分是配置了一座大型的环形阵列声纳 当然由于海昆舰排水量的关系 并没有办法像美国的核能潜舰一样 来配备大型的球形声纳 可是目前世界各国所有的财电潜舰 其实都一样都是配置环形声纳为主 另外在编号4 在两侧的弦侧的部分 配备的是弦侧大型被动阵列声纳 这个是现代先进潜舰都具备的特征 也有称为它是侧式声纳 就是专门在监听侧面的音源 所以现代的潜舰都具备360度的监听能力 另外在编号5的部分 跟德国的212级潜舰一样 它设计了一个正面的人员出入的舱门 所以是往上掀起来的一个舱门 这部分是过去建隆级所没有的设计 建隆级在编造的人员出入舱门 是在左旋的部分 有一个人员出入舱门的设计 由于海坤建之前是仍然在岸上工厂 所以它的电瓶跟围杆组都还没有安装 这样来减轻重量 也方便潜舰在陆地上的移动 所以之后它进入台船的干雾之后 它就会透过繁造后方的官厅舱口来吊挂电瓶 另外在繁造的前方 其实还有一个鱼雷的输送舱口 一般像美国还有日本这些国家 它们的鱼雷都是由鱼雷输入舱口来送入潜舰 而像德国还有俄罗斯这些国家 它们是从鱼雷发射管的前方来装填 所以这地方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当然是跟美国一样类似的设计 另外在编号6 在舰尾的部分左右各有12管 中科院制造的鱼雷诱标系统 它是潜舰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潜舰被敌人的鱼雷锁定的时候 鱼雷上方的主动声纳会搜索潜舰 那这时候就可以利用诱标系统 发射假的诱饵来干扰敌人的鱼雷 来保护我们潜舰的安全 接下来就是编号7 7页的镰刀式车页 就是由屏东的鸿生公司所制造的 7页式的螺旋桨 而这种螺旋桨也跟国际上 目前各国先进的潜舰使用的7页螺旋桨 性能是非常接近的 编号8是X型的尾舵 以及一对水平的安定翼 这也是目前各国先进潜舰 在水中增加机动性最佳的设计 编号9在烦躁的上方 后方的突出物 经过观察可能是被动声纳 另外在左右弦 舰体的上方 在甲板的这边 各有三个被动撤距声纳的指阵列 就是看起来有一个不同材质的这个区域 而这种设计其实在英国跟美国都有类似的设计 像这边就是英国的拥护者级 现在已经卖给加拿大改为维多利亚级的 裁电动力攻击潜舰 它在舰体的侧面 左右就各有三个多角形的平面 这个就是英国的Type2041 侧面被动撤距声纳的指阵列 这样子悬侧的大型被动阵列声纳 再加上这三个指阵列 它用三角测量的方式 就可以更精准地探测到敌人声音的位置 那由于之前还没有入水 在陆地上的关系 所以它的电瓶跟维杆组都还没有安装 那目前海坤键已经入水 它会移动到台船的89910干屋里面 来继续安装它的电瓶跟维杆组 然后会继续进行最后阶段的驳岗测试 顺利完成之后就会进行SAT海事的阶段 那这个时间为什么可以一直缩短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台船它是一天三班制 一直在进行它的施工 同样的时间其实像在国外建造这类型的浅舰 大概需要6年的时间 像西班牙甚至建造了10年 不过它是因为福利计算错误的关系 那也是由于像欧洲他们工会的力量 还有整个工时的限制 所以整个潜舰建造的时间就非常的长 而在台湾由于我们为了要早日 让海军可以获得新的潜舰 所以台船用一天三班制的方式来加紧施工 也由于这样 所以在未来它的驳岗测试跟海事的时间可以大幅缩短 从后方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海昆舰看起来如同日本的苍龙级 还有英国的鸡敏级的综合体 再加上它X型的尾舵 相信它在海底的机动能力 会如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他们的研究报告 X型的尾舵可以缩短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回转半径 而且可以提高最少4%到10%的上升跟下潜的速度 在未来台湾自行设计建造的潜舰 可以朝向安装离电池来延长水下的执行时间 当然离电池它的研发跟认证验证都还需要时间 所以有可能过渡阶段会先采用银芯电池来替代 目前看起来海坤剑暂时会用传统的铅酸电池来使用 另外在未来也可以加装脱衣式声纳 来让整个监听的角度没有死角 而且在重要的像繁照等这些部位 可以再研究使用消音瓦来降低相关的噪音 当然也希望未来中科院也可以加紧研发浅射的垂直发射系统 这样可以增加潜舰的打击能力 在台湾建造出海坤舰之后 其实很多国家对于台湾设备的出售都开启绿灯 当然这些国家是不包含德国 因为德国目前仍然非常严格的对待台湾的相关军售 最后感谢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至少10个国家的协助 才让台湾的国防自主走到了这一步 也感谢像海军的海发中心 还有256战队 还有台船 还有直布罗陀的GL公司 还有台湾很多无名英雄 很多合作厂商 他们协助开发了相关的设备 还有机具 才让今天海坤舰可以顺利走到这一步 也希望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完成相关的测试 早日交件 这样就可以让台湾的安全更加获得保障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